这种简讯版的话 它就是阳春嘛 如果有更高级的方式 我们还是用更高级的方式来处理 柯文哲在记者会上面 大赞台北通比较高级 还说唐凤的简讯时连制 比较阳春 也强调未来台北通会结合新科技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哦哦你是被匡列对象 或是确诊者偷偷跑出来了 马上被抓到 这套系统是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只要拿出台北通QR Code 扫一下 它就会留下你的足迹 同时感测你的体温 而如果是身份证的话 一样调码扫一下 这个时候如果您是被台北市政府 匡列又或者是在台北市政府 上面有确诊资料的人 就会被警告提醒 下个礼拜这一套系统 就会在台北市的市场示范使用 因此不只是结合姓名实联制 量体温确诊居检门禁 还会有人流管制 一秒钟之内就跟台北市政府连线 他会回应回来 这个人是不是匡列的 防疫人员就会把他阻挡 不让他进入市场 减少整个市场感染 北市跟业者合作研发这一套系统 最主要是想要减少现在防疫人力 免去市场入口管制人员 以及不用人工量体温减少接触 不过这样的系统还是有限制 如果确诊者或是居检者不是台北市民 就无法测出来 搭配的台北通现在也被桃源科技局长批评 连洋春手机都照顾不到 不但没有比较高级还会被人家笑 因为台北通是一个手机APP 只有智慧型手机能使用 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就被台北智慧城市边缘了 现在台北市政府科技防疫增加新武器 不用手机也可以 不当别人口中的洋春APP TVBS新闻刘智慧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